大家好,欢迎来到咱们频道 很久没有做地图了 很多人催,希望咱们能发一些地图 这样他们可以转一下,没问题 今天咱们谈一些底层逻辑 尤其是现在解放军在对美军进行威慑 其实美国人也是动用了核战的飞机 我会下一期谈 咱们看到这个地图 其实现在呢,这事也挺有意思 中国、美国、俄罗斯 咱们讲实际是包括伊朗 这几个国家一直都是在做这个 咱们说这个下棋吧 但是美国人现在非常有趣 美国人现在呢 他面临的问题就是这个棋局还没有解开 护克兰 伊朗,对吧 实际就是中东 台湾 这个咱们看清吧 这几个地带呢,其实这个棋局到现在没有解开 咱们说美国人呢,现在在美元霸权 美元霸权现在面临一个问题就是 他要在中东、欧洲、包括亚洲同时要用劲 这个时候,他收割啊,面临一个麻烦 岌岌可危的美国霸权 这次面临的是中俄一的三角 中俄一的三角 美国在挣扎 这里边尤其是中东东欧东亚三个板块 这三个板块他现在没解 其实如果是基本上是任何一个点位失去 他基本都会失去欧亚大陆的控制权了 最理想状态就是他退回到 他退回到他的北美大陆 然后实际就是回到美洲的习半球 沦为一个区域性霸权 如果内部他不能将霸权沦丧的损失 整个欧亚大陆的沦丧的损失 给进行转移 咱们说他就会转移 那他内部避乱 美国内部避乱 什么可能都发生 咱们说之前讲过 美国混到这份上是什么原因呢 可能是去关化 包括金融化 包括各种各样的矛盾 外部又有中国的崛起 对吧 俄罗斯的强硬等等 其实这里边咱们今天要谈的是一个底层逻辑 咱们看这张图 我觉得这张图更没有说明问题 咱看清吧 这张图是什么呢 这张图是奥克斯围堵中国的 美国 英国 澳大利亚 这是一个奥克斯联盟的围堵中国的 中间是一个内圈看到了吧 日本 这张图其实是暴露的时候 就是美英一个霸权本质 掠夺看到了吧 他实际已经将全人类的最核心的一个资产 就欧亚大陆 看到了吧 这边非洲啊 真正的欧亚大陆的人类的最核心文明资产 看到了吧 这是掠夺文明 它是一个掠夺性的文明开措 尤其是历史上 它的这种文明扩张 其实是非常野蛮的 咱们再看这张图 咱们再看这张图 我觉得这张图也能说明问题 这就是欧亚大陆 这张图其实更能说明问题 为什么这么说啊 其实这个中国文明中华文明啊 我们看地图啊 中华文明啊 尤其这个地理环境看到了 主要是这两个区域啊 中国历史上不就是这个平原和这个平原吗 这几块啊 其他地带其实都是游牧民族啊 其实你从这个新疆啊 这个阿拉泰 其实到上海和到 芬兰距离差不多啊 自己量一下距离差不多 3000多公里 游牧民族啊 就是在这个北部 贯穿欧亚大陆啊 他非常知道西方的游民族啊 我们这个本质上是一种融合民族啊 就是中国整个的地理环境看 中华是一个融合文明 但是它是经过了千年的融合啊 其实在这个区域也是有的啊 包括这个古埃及等等 但是他面临的问题就是没有咱们中国这个地理环境啊 有这个天然屏障看到了吗 其实他问题在哪呢 他问题在他很快就被屠杀殆尽了 其实这个英国美国啊 这种文明是什么呢 是一种掠夺文明啊 咱们说这个实际是草原民族啊 那种惯性 但是中华文明是华西亚文明代表 伊斯兰呢 他也有特征 华西亚文明有自己的特征 但我们为什么现在华西亚文明成功了啊 其实显著特征啊 其实和这个以罗马文明啊 为中心的整个西方文明有区别 主要是中国是融合式的 融合式的扩张 也就是说中华文明是一个统一体 它是文整个的文明是一种 渐进式融合 这种融合的这个对象呢 当然是财富生产和创造潜力 最大范围的这种啊 这种发掘啊 当然是个凝聚力啊是核心 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他的慢 就是说他毕竟需要追求的是 这个彻底融合啊 你看五湖十六国 对吧 从这个 从这个 五湖乱华时期开始吧 其实中国就开始融合 你看这啊 大西安岭 这个地方经常走出啊 这个中国 中国超级赛亚人 人类的这个超级赛亚人 就是从这个大西安岭走的啊 很多人一提大西安岭 关内人一提大西安岭啊 好像是很穷的地方啊 其实你祖上很多都是从这走了啊 这的人在古代文字戒爱中呢 很多人都是这个 非富即贵啊 像这武川是吧 隋唐的开国啊 全是在这一带啊 就是先卑啊 匈奴什么蒙古啊 基本都是从大西安岭走来的 那这种融合 其实中国经历了千年啊 那这种融合 其实是追求的是最完美的融合 当然也会有反抗 有反复啊 为什么这个五湖十六五国 这个时期的中国的历史 很少人讲 人家就是太残酷了 即便是你农工时代 最强的华夏文明 千年这种扩张 在整个农工时代 它的核心范围也是 触及到了东亚大陆的 整个的农工区啊 你看整个的 包括大漠地区 对吧 离近点 整个大漠地区 对吧 这是中华明的核心区 看到了吧 就是千年整整合扩张 整个农工地区全部扩张 别说漠北漠南了 对吧 整个的这个西域清藏 对吧 这都是包括了 就是作为农工区的越南 你看 作为农工区的越南 是不是也已经有了 中华明了 筷子 日本呢 朝鲜呢 更不要提了 日本和朝鲜 对吧 它是作为 这个 藩国 其实外藩 它是 很显著一个特点 但是它也是已经在 被整合进 中华明 这个圈里 而这个以罗马文明为基础的 整个的西欧文明 对吧 基督教文明 或者说欧系文明 它是另一个套出什么呢 它追求的是速度 就是它快速扩张 快速扩张 有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 它发育不完整 就是它追求的是速度 那这就是不融合 不吸纳 那它问题就是扩张速度确实快 但是它是面临着 这种 它使用的是掠夺的工具 其实跟这个草原民族扩张是一样 这里边问题就是它呢 追求是领土直接扩张 而主要是用霸权模式 这种模式和中国这种模式完全相反 这种套路好处就是扩张速度快 但是你看中华明千年 最后是才整合了欧亚大陆这个东端 其实中原王朝 即使把它们纳入版图 实际上也都没办法吸纳 就是没办法开发利用的 这个要相当长时间 才能把它们最后的吸纳进来 这个西方文明的掠夺方式 速度快 你看到这你就理解俄国人 你就理解俄国人 为什么和蒙古人能走到一起 看到了 因为他们两个人 他们两个民族 其实都是有这种特征的 就追求的是速度 这种这个 咱们说确实影响他们的整个思维方式 你可以想想 他们追求的不是中原 蒙古人也是 有一部分人也追求这种 但是他想当然的 其实就是要最快的崛起 想的是这个 实际上这个办法 是在中华明看来是没有办法 实际相当于 我们要花更多的精力来融合 甚至是西方的掠夺士文明 他是不需要费心力去融合的 他是直接屠杀的 这种抢土地 你看俄国人在乌克兰干的事情 这种掠夺方式 首先武力为支撑 逼迫让当地民族 让夺一部分经济利益 这种掠夺事 是武力支撑 但是这个好处在于快 来一条快 融合它仅限于当地上层集团的这种影响 其实它跟文明体系改造也是不搭尬的 这是让上层力集团与 所谓的当地文明衔接 实际就是当百万 这种东西 其实和中华文明 这种扩张套路是完全不一样的 一个是速度快 一个是注重心灵气和 其实都有各自的好处和坏处 主要是根据自己的实际生产条件 生产力 我们这里边比较 首先就是为什么谈到了英美 你看 谈到了英美 英美在美洲不就是搞扩张吗 屠杀吗 当时是中国是明朝 对于这种天然的 有强烈的反抗的能力的地区 它这个招可能面临一个问题 这就是面临 咱们回到这张地图 再回到这张地图 面临这种有强烈反抗决心的民族 它这个昂萨人的这种 咱们说这种扩张 它可能就是 咱们说这个成本和收益 可能它需要考虑 就说呢 比如说有反抗 对吧 你想把自己 把对方逼到死角 你想 只想获得低廉的原材料 对吧 把它当情销市场 当然是对方要反抗了 你就涉及到一个成本问题 虽然是这种融合 你确实是扩张快 但是你面临的未来的就是 如果对方反抗 你的成本怎么办 和中华文明扩张不一样 中华文明扩张实际是 这种渐进式融合 耗时间 但是很显然它的效果更好 长久 一开始呢 好像就没有高头路 对吧 那么自然它的霸权的成本 就可以快速扩展到全球 对吧 因为没人挡住它 一旦你的衰落 你看现在昂萨的衰落 有人反抗 那这个时候你的维护 你的霸权成本 那就巨大 这时候你的霸权成本 如果高出你的收益 你还会干这个买吗 我现在讲的就是这几下 如果你的维护成本 高出你的收益 你还会干吗 这就是它这个 咱们说游民族一个bug 它一个问题就是 它这出发点是掠夺 那就是决定了 它从本质上是 没有帮被扩张对象 发展生产的义务 再重复 它没有帮助欧亚大陆 被殖民的对象 扩大生产 发展生产的义务 它只是被掠夺 看到了 所以说欧亚大陆 真正的是中国向 欧亚大陆纵身去 把自己挣的钱投资进去 让欧亚大陆的技术进步 是中国在干 而昂萨 其实这小200年 什么都没有干 很多人忘记了 他们真的是什么都没有干 他们只是在欧亚大陆 边缘找这么一个小小地方 比如香港 在这个地方 当贸易中转 当一个代理人 就获得高额利润 就完事了 他们什么都没有干 那这种决定了 就是他没有义务 向扩张对象 发展生产的义务 实际操作中 他是为了自己的利益 自由化 那就是有时候 确实霸权会带动一些 被剥削对象变性发展 但是你看美国当时 基于自己的利益 它产业分工 确实带了很多国家发展 但这种带动 初衷是什么 初衷是掠夺 就跟台湾人纪念 日本人修那个水库 是吧 其实这个道理是一样的 这里边真正 想带动权力进步 你从这个角度看 他不是昂萨人考虑的 也不是日本人考虑的 他考虑的是什么呢 考虑的是自己的文明体系 就是他争取用 自己的技术能力 领先其他的文明 由于这个带动后发国家 不是他整个的霸权初衷 所以即便是给自己 谋取利益的需求 顺带带动了被掠夺者的发展 美国也不会轻易 饶过这些发展的经济体 他们会用各种的政力压迫金融 科技收割 就是打击 不断的再将已经发展的地区的财富 再掠夺走 你看东南亚就典型 98年 这就是掠夺这套逻辑 那因为霸权就是为了掠夺 他们看他把这个欧亚大陆的 所有的财富掠夺哪了 掠夺北美 原来是往英国去 英国的小地方 最后掠夺北美 现在还是没往火星掠夺 马斯克要把这个人类的文明 财富要带到火星去 那你看 你压迫越大 压力越大 那整个欧亚大陆的反抗 对吧 人家欲望越强大 你掠夺越狠 对吧 这就是美国人面临的一个矛盾 对吧 你现在在建立一个压迫体系 那这种体系自然而然 它的反抗力度压 那就是你的成本要增加 那当然天然决定了 你的霸权成本抬升 就是你的成本上升的时候 你的获益到底有多少呢 咱们要算笔账 其实消除他这种霸权 对吧 底层逻辑什么 从哲言讲 是学中国 对吧 消除他这种霸权 咱们换一张图 消除他这种霸权的bug的逻辑 是学中国 对吧 学习中国的这种融合式的 的渐进式 就是纳入到把各个欧亚大陆国家 重新纳入到你的英美的整个体系当中 纳入到你的英美的体系当中 你觉得可能吗 我现在看不到可能性 这种当然是成本最高了 对吧 因为这个时间成本 中间呢 又有很多风险 比如有三长两短 可能这个之前投入全没了 那既然英美不愿意干 那么霸权成本 又是困扰的了 所以这个霸权啊 说白了是长久了 没毛病啊 就一定有反抗 你的这种掠夺一定会带来反抗的 这是这个无庸置疑的 对吧 你这种掠夺性一定会带来反抗 带来反抗你的成本上升 那很显然你的这种霸权是维持不了多久的 这就是中国一直在跟美国谈的哲学问题 美国现在面临的问题就是自身的衰落 所以需要凭借霸权更多的这种 掠夺 来获得全球的利益 我觉得这个更清楚 就是他现在需要通过这种掠夺欧亚大陆 你看这欧亚都是整个围上了 他需要通过这个来彻底的将整个欧亚大陆给细节 那这种掠夺呢 加剧了反抗 那这个就抬高了美国的霸权 维护霸权的成本 这就是一个死循环 那美国的另一个无法解决的死循环 就是他的存量财富是有限的 你掠夺是无限的 你的存量 对吧 你再怎么着 你去过美国都知道 他东西就是那些 他是有限的 你不如掠夺这些人 美国人干活吗 英国人干活吗 澳大利亚人干活吗 他不干 所以这种掠夺性呢 就决定了 有限的资源 存量资源和无限的欲望之间出现一个矛盾 你再掠夺下去的话 被掠夺地区也不可能无限的供应财富 相反 就是你的欲望无限的情况下 越逼近你的这种忍耐极限的话 可能欧亚大陆的反抗也会越强大 那这个时候反抗运动可能就会爆发 终极邻居点 意味着维持霸权 获得的收益 比如你每年从澳大陆 比如金融收割 你能获得比如100亿 但是你维持军队开销的1000亿 你说这个买卖 你看 就霸权是不再一种 不再是能获得收益 而是一种什么负担了 那你说谁愿意干 那么怎么避免这种情况发生 刚才讲了 就是短期的可能是要停止 就是像川普短期停止这种收割 但长期来看 因为它是文明本性是掠夺 掠夺欧亚大陆 所以它必须要收割 这也是不可能的 毕竟它是时候动天性 作为资本主义构建的整套的这套逻辑 它这套收割体系 它的霸权是在建立在资本主义体系下 资本主义本身就是逐利的 那它就是这种违背了资本主义天性的 如果你要不去收割外大陆 这本身就违背了天性 现实中美国和美国资本 这个不是铁板一块 美国民众呢 要好的生活 各个资本家呢 要扩大自己利益 这些其实都是要通过不断的财富 从欧亚大陆掠夺来分配的 来满足这些地带的人民的需求 如果从欧亚大陆掠夺的增长的速度降下来 民众美好生活愿望的诉求又不断的增长 你满足不了 那么他们会转而寻求什么 寻求在内部打土豪分电地 这个阶级矛盾就会加剧 各个资本集团的利益分配 当然有可能就产生矛盾 那么各个集团当然想获得更多 那这时候存量没有分了 那就是内战 当然还有一个办法就是生产力进步 这是后话 生产力进步就是科技革命 让它的昂萨的整个体系再生一个维度 当然一旦科技革命爆发 人类财富天下板当然被打破了 那这个存量会大幅升 生产力大幅提升 连带着被掠夺的国家 也会因为美国的洛洛产业转移 进一步欧亚大陆再次提升 是美国的霸权就稳固了 所以它核心还是在科技战 这也就是美国压住AI的原因 它现在通过AI现在还维持着自己的信心 就是美元的信心 尤其是美国国内 现在想的是先爆发科技革命 AI革命 但问题在于科技革命 它有个科恩规律 就是不是你想在哪报就在哪报 你想什么时候报就什么时候报 是吧 这可能真的是看狗屎运 你的霸权维持的时间 到底能不能维持在 它爆发科技革命那个时刻呢 这个我估计美国人它也确定不了 当然它没有爆发 如果你的整个 刚才讲了你就挂了 整个内部就开始矛盾了 你的竞争对手 如果中国 比如说中国那边 先爆发了AI革命 那你个霸权还维持个屁 所以科技革命 其实这么一看 不能变成你霸权续命的一个 一个咱们说准确的这么一个条件 美国现在是没有办法 它只能赌 你看它现在实际是在赌 它赌自己的霸权解体之前 自己手上有这个科技革命 所以说它不能倒 但是就算你赌科技革命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美国这个霸权体系 面临的刚才讲了 它赌科技革命 也有一个bug 很简单就是科技革命 说到底是建立在 足够的财富和资源局上的 这题是挺深 这个是变成哲学了 就是它刚才讲了 它内部的矛盾 是什么呢 是存量不足 对吧 它不足以支撑老百姓 这些财富需求 那这个时候你的科技革命 实际上也需要大量财富 那你会不会把这个财富 从老百姓这拿出来 去搞科技革命 对吧 你又从欧亚大陆 抢不到更多东西 现在面临这个矛盾 那就是足够的财富 能不能 现在中国是肯定足够了 那你能不能走足够财富 资源来搞科技革命 那你要拼这些财富 除了要时间 还有大量财富积累 这个科技革命越高级 那需要财富资源投入越大 这美国有吗 现在看很难 表面上看美国是霸主 能调动全球资源 但问题是美国的霸权 本质上是掠夺财富 对吧 它的财富其实不在它手里 在哪 在欧亚大陆 那欧亚大陆的财富掠夺 它有没有本事掠夺呢 你掠夺越狠 反而欧亚大陆反抗越激烈 那你的霸权维护成本是越高 你看这几个地带打荡 欧洲 亚洲 包括中东打仗 你的维护成本就越高 这个维护成本要掏 这样你还要去搞科技革命 你看它这个钱 怎么算 怎么算都不足 是不是就把你科技革命的 所需要的资源 在这维护成本就抵消掉 别忘了 它每年是8000亿 接近1万亿美元的军费 你说你拿这个钱 去搞科技革命好不好 但是不行 因为它的钱是来源于欧亚大陆 这和中国的整个的统论逻辑不一样了 中国是什么呢 中国是 咱们说中国人是搞什么呢 搞的是一种非常慢的 但是是一种融合式的 各个民族是慢慢融合的 这个统治成本很低了 而且资源创造 你必须得投入 中国现在就可以慢慢投入 而他们呢 他们不是创造财富 他们是掠夺财富 这个其实跟油民族和农公民 其实中国人早就玩过 千年了 虽然你美国可以掠夺全球财富 正常年份能掠夺 但是这个收益上是有上限的 你更多的财富呢 其实 掠夺对象是中国 那这些年被掠夺过程中 中国也是掏远远让你掠夺 但是我们也是变成了你的竞争对手 就让你掠夺 你也赢不了中国 中国成为美国竞争对手 是因为中国的华夏文明是融合文明 这种发展模式 这种扩张模式 这种套路虽然是慢 但是千年搞完 中亚这一整块 我们看这张图 千年搞完以后 东亚这一整块已经融合了 那我们的统治成本是非常低的 就华夏扩张融合之后 彻底的把它变成了 中华文明 自己人了 而不像其他地带的一块一块 你看美国人想统治世界 他得先整合这块 所以你看90年代美国人搞什么 我说美国人是最自由的 什么人种都有 你像他得独类 中华民是把这块全部已经融合完了 那当然对自己占领了土地充分开发 能够让他源源不断产生财富 只有中国人 看到吗 也说欧亚大陆真正能给美国人收割的财富 最大一块就是这块 那这个导致这种现象就是 虽然美国是全球霸主 但是他能调动的全球资源是有限的 只有中国这个资源能够让他调动 发生到现在这块 这个档次已经是 中国这块潜力已经在美国这块潜力之上 就我们和这个游民族对抗 最终还是这个农根文明一定是要强于游民族的 这就咱们讲 他也是遇到一次灾害就完了 所以现在看的美国 他现在看只有要打败中国 咱们看这样的 美国人只有去打败中国人 或者说抢劫中国人 劫力中国人 他的财富才会大幅增加 增加到他可以顶过这次 这个AI革命 所以他现在看呢 他的霸权成本通过打压中国 可能霸权成本越来越高 那他已经无法再筹集更多财富了 反观中国呢 现在玩的是什么呢 是这个 咱们讲中华文明的这个套路啊 其实就慢 但是我们看我们是没有底的 我们自己创造财富 和你掠夺财富不一样 咱们讲过吧 这个农根文明 对吧 拜一拜佛 拜一拜神 明年有个好收成 我们还有希望的 种个地嘛 对吧 明年苦点累点 可以 而农耕文明 这个这种行为 在游民族看来 他就没有明天了 他们不通过去抢劫 他是没有明天的 这个美国面临问题 所以他的成本越来越高 他玩的其实玩不过 随着时间推 他玩不过 最终是什么呢 最终是顶不到 这个科技革命 他可能就已经是收成金 所以中国的国力方面是无限的 而美国因为他是从这块收割 所以他是有限的 所以这就是整个的中国国力反超美国的底层逻辑 那其实整个反霸权联盟看到了中国的这种能力以后 他会逐渐的将整个力量团结起来 那这时候美国人他是个加速瓦解过程 那这样美国通过打劫其他国家能力越来越少 你看这次收割就没成功了 最后掠夺财富越来越少 请问一下此消避涨美元的美国的霸权结底 也是势在必行的 但问题是说 美国人现在已经没能力搞死中国了吗 还是说美国人 未来有能力搞死中国 从长远看 美国确实是无法维持这个 他这都是国际的 那他 因为他有上限 而中国的创造是无限的 所以有限的财力 现在看 他必须要用在刀刃上 现在看美国现在就在算 自己的有限财力还能玩几把 他的欲望是无限的 但是他现在手里还有一定财富 那这种模式玩不下去的时候 他只能继续向于科技革命爆发 那鉴于科技革命需要成本 对吧 而且成本越来越高 那这种全球范围的掠头又加速 你可以想想 这个美国人得类成什么样 他支付不了科技革命成本 他有一天一定支付不了科技革命成本了 科技革命成本 那如果真的是科技革命 迟迟也不爆发 美国人的霸权 还是欲望无限 包括收割欧亚大陆 造成欧亚大陆反抗 在成本和收益 得不到平衡 这一刻 可能他就接替了 所以咱们现在预言 这是相当有意义的一期 最终是美国霸权 最终是美国霸权 看到了吗 美国霸权和中华文明 实际最后是美国 有可能是最终解体 因为这个逻辑其实就是 你要光靠掠夺财富 咱们看一下中国历史 非常清楚 光靠掠夺财富 简单的掠夺 其实是有限的 你看 这个还是一个哲学问题 内因决定事物本质 就光靠外部的掠夺 你的永远是有限 但你的欲望是无限的 内心的无限的欲望 和我们中国人是什么呢 中国人是通过自己的劳动 创造财富的 我们也是认为 我们是有无限的创造能力的 这就是中华明的伟大之处 他能伟大复兴的原因 他不是通过向全世界去抢劫 我们通过提升自己能力 对吧 我们几代人提升自己能力 逐渐的重回世界 这个第一 这就是中国人和整个掠夺民族 这本质区别 将全球地球的资源 财富和人力 充分利用开发 实际是走人类明公共体 最后开发 实际才有可能满足人类的这种欲望 但这种掠夺 这种霸权不是中国人要干的 中国人是要建立在一个人类明明公共体 实际就是人类共同发展 共同开发 你不能说哪个民族弱 不能说哪个民族是愚昧的 你不能这么说 哪个民族经过这种开发之后 他都有人 可以给人类作贡献 美国当然不接受这种现实 美国一定不接受 哪怕他心里知道结局 他自己最终一定是完蛋 但是他不会接受的 他一定会竭尽全力来这么一个反扑 哪怕是毁灭世界 我觉得他有这个决心的 他一旦发现自己的没本事之后 他一定会狗急跳墙 拉着其他国家来做最后的陪葬 这个贵后国家可能就是日本 作为现在看 由中国主导的包括中东 包括欧洲的俄罗斯等等 这一片欧亚大陆国家 现在看反霸权联盟 主导这个新的国际秩序 包括法国也加入了 现在看中国应该是 应该是把美国人已经逼到绝路了 所以咱们现在看美国人没有更好办法 面对这个新的世界 我们再看这张地图 这个奥斯联盟看到了吗 他确实是在西欧亚大陆的精华 但是这种成本和收益不对的 美国人的包括昂萨的无限的这种掠夺 这种欲望和他收益和付出的成本不成比例 所以他的这种掠夺财富的这种文明方式 和中国以自己为中心的这种开发式的这种文明发展方式 尽管慢 但是很显然他的成本更低 最终我可以告诉一下 他们一定最后是要结底的 都是那种无限的 当然 特别人 从迁典超 优优独播放